大家好,我是Muiui 今天早上看人民网,看人民日报 它整个就是头版 人民日报头版有一个非常长的文章 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而且这个文章长到什么程度 就是整个头版 它就是有点装不下 但是头版还有需要其他的内容 然后他就把其他的大部分内容 转到第二版 第二版整个大部分都是这个文章 然后我就大致看了一下这个文章 我就觉得整个现在习近平 他这个阵脚已经乱了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一会东一会西 就是你看的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文章的题目 我简单给大家念一下 总书记引领我们走好 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 大家看到了吧 我再念一遍 总书记引领我们走好 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 你光看这个题目 好像你大家会有一些感受 但是感受不一定很明显 就是我给大家简单讲里面的内容 大家就会觉得 现在这个习近平到底怎么了 这是 记得两年前 也大概是这个时间前后 当时有一个文章叫考验 大家这意思改革开放 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 一次的伟大觉醒 然后当时那个文章里面 完全没有提习近平 然后习近平当时就很生气 具体我就不说了 反正那之后 大家就感觉你要提改革开放 好像就是跟习近平对着干 你就跟习近平有矛盾 就这种状态了 然后改革开放一直 并不是被说的很多 但是这次这个文章 那就是全面都是歌颂 那全都是这个改革开放 不得了了 就是这样 我简单给大家挑一些内容 给大家说一说 前面我简单给大家念一下 我给大家朗诵一下 就是他这个状况 朗诵一下 他是这么说的 说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 二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 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召开十周年 这个都没什么了 他有这么一个铺垫 就是说然后呢 说这个四 这个给大家给大家念 最后会提到改革开放 大家看最后 这改革开放被 这个习近平 被中共推到什么程度 大家好好听一听 我给大家这个朗诵一下 四十五年来 从开启新时代 到跨入新时纪 从战上新起点 到进入新时代 我们党引领人民 汇旧了一副波澜壮阔 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谱写了一曲语 赶天动地 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然后下面就是很搞笑 下面就改革开放了 大家听好了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 最鲜明的旗帜 改革开放是中国踏踏步走上 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有之路 此处是不是有点掌声 我觉得这太搞笑了 你知道 就是你看看这个话说的 然后下面的文章的内容 就简单讲 就是改革开放就是好 改革就是好 就是好 我们就是得改革开放 对吧 就是不改革开放就不行 大致内容全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也挑一些 挑一点 给大家再简单念 大家再深刻看一下 然后这里面说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 伟大觉醒 你看他也说了 正是这个伟大觉醒 孕育了我们党 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 伟大革命 正是这个伟大革命 推动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这个话是习近平以前说的 反正他全都把以前说的话 都拿出来了 反正是只要是习近平以前说过 改革开放 如果好 如果好 他就全拿出来 就证明习近平是这个 支持改革开放的 然后呢 还说什么 还说就是2012年12月 党的十八大之后的 第一次国内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了广东 第一站就是深圳 让大家听一下 在莲花山公园 习近平总书记 向矗立在山顶的邓小平 同向 竞宪花篮 大家能想起什么 就是去年 去年当时 北戴河会议开完以后 李克强不是到深圳了吗 给调小平同向 现这个花篮吗 是不是 当时这个情况 大家也都有印象 反正就是 习近平现在 他已经到了这个状况了 对吧 这些事情 他都得拿出来输了 把他十几年前的事 都得拿出来讲 我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 就是表示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我看了这个文章 就是大家能不能想起来 就前年 当时有个叫李光满的人 他写了一个文章 也叫各大党媒 纷纷转载 就叫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一场深刻的变革 正在进行 当时大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 大家就感觉 习近平要走毛路线了 就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过两年的 最后的时间 你看习近平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吧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有之路 就是改革开放 那么这到底是咋个事呢 习近平他为什么 突然就是这么 这个发这样的文章呢 那有人说 哎呀习近平 文明你不要大英小怪 这是45周年嘛 对不对 开放 怎么得走个形式啊 我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 因为习近平 他根本就不按照 这个中共的规矩办事嘛 对不对 什么45周年呢 50周年又怎么样 100周年又怎么样 对吧 我就不让你播 对吧 就不让你写 那你人民日报 你是什么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你敢播吗 敢写吗 是是是 这里面就是习近平借用 借用这个45周年这个事情 就想去这个不断的去歌颂 这个改革开放 为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慌了 他彻底慌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经济吧 已经下滑到一定长度了 对不对 他也是就用了很大劲 又是去美国呀 又是这个和欧盟的官员见面 又是又开政治局会议 又是和党外人士见面 又是开经济工作会议 又是去越南 反正是他觉得他能用的方法 都全都用了 对吧 但是呢 还是没有起色 对吧 谁也打谁也不理你 对吧 你越这么折腾 我们越走 外资撤得越快 对吧 股市你看全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对吧 老百姓也就全都是这个躺平 是不是 那越折腾我们越不动 习近平就着急了 没办法了 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 他还得这个说改革开放 对吧 还得把改革开放推手 他没办法了 打脸就打脸吧 他现在没有钱不行 对不对 习近平可能以前觉得 没有钱能怎么样 对不对 毛东时代也没有钱 没有钱 我们照样能坚持 那现在看来 这个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了 现在没有钱的话 老百姓没有钱 那真的要造反的 中共体制内没有钱 那真的中共体制要垮 为什么 现在你维持整个 老百姓的生活也好 维持这个体制 他需要的钱太多了 毛泽东时代的话 不要说毛泽东时代 就我小时候 家里他有什么电器 就是有个电灯 是吧 电视都没有 那个时候 大家能吃饭就行 现在的话 你想维持一个家庭 那东西太多了 电冰箱 电灯 手机 什么电脑 电视 汽车 等等 你需要的资金 太多太多了 包括政府 你想维持他正常运转 他也是需要大量的资金 要没有钱的话 那习近平这个权力 就岌岌可谓 他现在应该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 钱从哪来 没有钱呢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想来想去 还只能说 只能体改革开放 但是你现在提不 已经太晚了吗 谁还相信你啊 是不是 这两天发生什么事 国安对不对 昨天我还做这个视频 国安发文章 前段时间就发了一个文章 又发文章 是不是 要参与金融领域 要参与经济领域 对吧 所谓的好像 我知什么为经济 什么保驾护航 不知道有没有 这句话 反正就大致那么个意思 对不对 你国安都要插手经济了 你说谁敢在这待啊 是不是 又是这个统计部门 也是要为什么 什么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什么让啊 对让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在统计部门 统计厅 统计局 落地 这会让大家 就觉得太可笑了 对不对 三驾马车 中线部负责吹 统计局负责骗 公安部负责吓 就吓唬人 对不对 你谁还能搁这呆 你说中国的经济能好吗 是不是 根本好不了 但是习近平 他现在就有点乱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就像那个考试似的 这马上就要交院了 这还剩两三分钟 怎么办呢 就懵呗 对 判断对错 对 想想不对 又插 相比插 他错 错也不对 又对 就是不断的反来不去 然后选择体是ABCD A好像不对 蹭着改B B好像也不对 C也不对 都不行 就这种状态 你知道吗 这打那个大题也是一样 一看大题根本就 连题杆都看不明白咋回事 就写个解 然后怎么办 现在光写个解 也不行 这两个冒号 就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马上就要交卷了 所以说现在你看 整个中国习近平 包括他们的团队 能力太差 以后情况会越来越乱 我看是这样的状况 咱们一起来观察 整体这一集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